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主持人龚玄女士 今天我们请龚玄女士来呢 跟大家聊一聊 现在其实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现在年轻人或者说也不光是年轻人 现在社会有一种现象 那就是如何看待奢侈品的消费 不能一味的说奢侈品是不好 也不能一味的追求奢侈品 怎么把握这个度 今天我们和一位消费者 也是一位社会观察者 同时也又是一位评论家 我们来探讨一下奢侈品的消费 首先我们欢迎龚玄上我们节目 谢谢您 谢谢小峰哪个邀请 首先我也不敢自称什么评论家 但是您不能叫我龚女士 要叫小姐姐 这个年龄层次一下就跨越了很多了 还是叫主持人吧 其实这样龚玄 我之则选这个题目原因有几个 一个确实现在我以前以为奢侈品消费 只是因为中国从一个改革开放 从一个经济落后到一个经济发达的过程当中 一个必然现象 其实我发现在美国也同样 一样一样 美国的奢侈品的消费也有它的特点 要不美国这些店给谁开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洛杉矶都知道有一个Rodeo Drive 大家可能看过电影 那个是好莱坞最favor的一块地方 到那去买东西的人 显然不是为了买产品 要的就是那个消费的那种欲望 对要的那个氛围 要那个氛围 第一个问题要请教你 其实这个公雪呢 在美国也很数年了 而且呢作为年轻人了解的范围也比较广 您认为美国人就你所能接触 和你在美国的几年 您认为美国人的奢侈品的消费 理念或者习惯是什么 我觉得周围接触到了有同学呀 同事啊还有各种朋友 我觉得美国人大部分还是 当然有分男生和女生了 但是美国人大部分的男生呢 他们对奢侈品啊这种 或者时尚品啊潮牌啊 他们都是了解不是很多 然后对 然后又美国文化呢 都是就是极简主义 然后就是那种张扬个性的 所以我真的有教授说 他的一身的这个衣服啊 他就是每年去一趟Costco 然后对 然后买上差不多七八件 然后这一年穿到 就不能穿了 然后明年再去一次 那女生会稍微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自己的追求吧 但是通常如果说是比较 这个工薪阶层的女生来说 如果是美国女性的话 她还是根据就是个人品位去选择 或者说收入去选择 但是如果说她也是到了 比较上流就是阶层的话 或者比较富人阶层的话 她是一方面自己能够达得到 这个消费的这个水平 二是呢你出席一些场合 有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吧 也算是 就是你不是说有一个好的包包 或者说一个名牌 就是能够代表什么 可是你去到一种场合 你只能是入乡随处 你不希望你跟别人有太大的不同 对对对 而且就是有些场合 别人会觉得说 你不够重视这个地方 或者说是不够重视他们这一些 比如说一个会议啊 一个party啊 我觉得还是要看你周围各种场合的 这个 你说你的穿戴太过于casual 或者太随便的话 其实跟这个氛围是不太搭的 对 但是这样啊 其实呢 美国女孩子买东西也是很疯狂的 我记得我在我们公司的时候 我们公司每一年呢 年中呢都搞一次这个 整个一个我们department的一个party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是选了在好莱坞 结果呢 就是告诉大家说啊 希望你一个大家呢穿着上能够什么 因为我们会邀请一些好莱坞的专业制作团队 帮我们照相啊 帮我们做什么 他就说希望大家什么 我们公司的女生就为这一个party 我真的不夸张的讲上千块钱的买衣服 不夸张 我的意思是当时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 我就说如果说像这样一个种情况 就是你怎么理解 其实他们平常也很简单 不能叫简朴 起码是简单 就说为什么就是在一个为了一个场合 你不就为了一个场合吗 讲近南京话实在不用我介意点不行吗 哎这是个什么心态 我觉得哈就是一是您的那个party上之前有说 说要有好莱坞的团队 对没错 这三个字一出来大家会觉得说 那我的今天的这个专着要配得上好莱坞这三个字 那倒是那确实当年确实好莱坞一帮人 真的品头论足 对你看其实每一个就是颁奖典礼啊 或者他们好莱坞的聚会啊 就是你觉得再见的那一件衣服 那个女明星的衣服啊 那都是大牌设计啊 名设计师啊 甚至你是去店里买不到 就专门请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 为这个红毯专门设计的 对所以说他既然要对得起好莱坞这三个字呢 就一定要下血本 那下血本呢 刚刚有说到说为什么不去借 你知道吗 名牌一是你也张不开那个嘴 那倒也是 实在不好意思跟人说 对比如说你有一个差不多几千美金的衣服 如果我跟你关系很一般 或者说哪怕是很好的话 我跟你说来借一下 尤其不像我们就是中国人这么多人情社会 那他们可能就是say no 那我们可能就是心里很不甘的就借给你 但是我还是会担心说 你会不会给我穿坏了呀 弄脏了呀 对不对 我一年股卖也舍不得穿两回 没错那只有选择说自己买 对而且每个人的尺寸也不一样啊 你知道名牌为什么是名牌 是有名设计师的这个好的剪裁和好的布料 所以每个人穿上其实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这个事情啊 就是我们就把这件事作为一个话题来说 这些女孩子她们花了一两千块钱也好 她们精心的去准备也好 我的问题是她们是为了炫耀 还是说就是为那个场合让自己满足一下 我觉得都有 OK怎么看 我觉得都有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就是华人啊 尤其是说我们中国人呢就很喜欢炫耀嘛 就是说可能你一身的这个大名牌啊 然后没有什么品位啊 然后就整个把logo乐给别人看 但是其实你有看过 就是发达了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它刚开始起步时候都是这个样子 包括日本 包括现在的韩国 包括现在的美国 就是如果开始就是能够负担的起的一些学生 他们都是对这些东西还是有一定偏执的 就觉得说如果说他们能够负担的起的话 他们一定会去尝试的 而并不说这是跨种族跨族裔 这就是一个经济发展到这个水平上的一个 就是会必然出现的一个结果吧 只不过像日本啊像美国 它已经发展了很久了 我觉得他们国民对于这个奢侈品消费 就开始趋于理性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说一个小女孩 她可能一年到两年为了这个party 她才会买身衣服 对 可是你有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华人女孩 就是可能一到两个月不是吃什么好东西 或者说甚至是借钱 就借钱还要把这个心仪的包包买到 这就是两个概念了 比如说美国女孩可能是我能afforable的话 我就去买 然后我是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 而且你知道吗 每个女生都我是赞同有一条好裙子 有一双好高跟鞋 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包 尤其是女孩子吗 对 你真的不是说你每天都要是名牌 但是当你出席一个重要场合的时候 你会让人觉得你是非常尊重别人的 就是让人感觉说 我好像也有就是能够负担得起 我没有就是说像别人一样 就是借钱 然后去度日这样子 而且其实我觉得都是有一点点以貌取人 或者说是或者是看你的衣着 人靠衣着马靠安 其实我们也特别注意到 包括我们自己公司举办的 像中美电影节这种大型盛事的话 我们有走红地毯的这样一个形势的时候 也不分中外 其实每一个想走红地的人都尽可能的展现出自己的最光鲜亮意 最风采的一面 其中除了人的长相 人的长相是不能改变的 很重要一方面就是搭 就是你的衣服 你的服饰 你的这个气质 都随着你的衣服着装会展现出来 对 所以我像我知道 公许呢也参加过很多次 我们公司的这种各种的这种大型的活动 国内也有来过 也有很多明星 在这在美国也有很多好莱坞的人 还有一些在时尚圈的人 也参加过我们的活动 你有什么观察 就是他们是很刻意呢 还就是说很自然 我觉得前几年 就是在一零啊 在一二一三年 就是前几年的时候 还有一点点让人觉得 就是有点就是too over了 然后too much 对对对 就是真的会像我们之前说到有很多土豪 就是各种各种堆这种吧 就是一定要露一个腰带的这个logo啊 这样子 但是近两年来说 我觉得大家都是以这个 以名牌为基准 但是以个性和品位为突出了 以名牌为基准 也就是说我虽然还是名牌 但更多的反应的 还是我的个人的品位 现在大家比的就是说 我们同样的一些名牌当中 或者说一些这个奢侈品当中 我能请到谁来帮我特定这件衣服 或者我能买到谁买不到的 再或者说我的身材 我的比例 我的肤色 或者说我的气质 我们穿同款 我要赢了你 但是他们选的普遍都是比较简单的啦 然后logo没那么明显的啦 然后就是能够就是代表自己的气质的这个样子的衣服了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这个服装设计师 他说他很多的这个情况下 都在帮一些文艺和时尚圈的人在做衣服 他提到了一个东西 其实我倒也觉得我还有一点同感 他就说 其实我们你们 他说你们太可能只重视这个花样 他说每个身体师也不是疯子 就是非要别出精裁 让一个让自己的这个这个穿戴这个搞得非常的特别 他说不是这个目的 他说其实呢 我们最多想的是如何配合他的气质 对 和配合这个场合 如果他去出席一个像总统这个就职典礼 和参加好莱坞的这个奥斯卡颁奖 那是完全不同的装束 没错没错 尽管是同一个人 他们的装束一定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都是两个隆重场合 但是毕竟场合内涵是不一样 所以把这一个人的东西 他说设计师想的 不仅仅是要别出心裁 更多的还是要让自己的客人们 真的展现出自己的风采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